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们在今天谈的是 台湾究竟要如何呢 来摆脱这个司法的黑幕 当然呢 这个可能要从不肖的法官来查起 事实上我们也不要一杆子打翻了一船人 那不是所有的这个法官都很黑 但是呢 在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 是正派 而且是清廉的法官 那问题是 他们在这个 整个法院的这个体制里面 是不是可能还会面临到 很多的这个由上而下的压力 或者是 也许同侪之间 彼此之间也会有一些压力 所以我们看到呢 可能在面对某一些案子的时候 可能他是事与愿违 然后呢 事后他可能就去选择 我干脆去转调 请调好了 用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去面对他 那么我们在刚刚也特别谈到了 就是崔林奇法官 那么事实上在这个 陈泽南这个案子 更险的这个判决之后 那么他也是要请调 而在这个 我们刚刚也稍早谈到 就肖养归 他的这个法官的儿子 他不是赵陶吗 那么在这个崔林奇 他事实上好像也有 这个接到这个小养归 他的一个所谓的关切 然后呢 这个就请托这个崔林奇 去找这个高玉顺 这个受命的法官 这位女法官 那么来表达他的这个某种程度的关切 那当然这个崔林奇 那他可能当然也就面对了某种程度的压力了 而不是只有他 像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报载说 原高院院长这个黄水通法官 因为日前爆发这个高院法官受惠案 他请辞获准了就转调工程会去当委员 那么高院院长一直是由张耀才法官来代理 那高玉顺后来就透露了一件事 他说这个张耀才在代理的这个院长呢 之后他有要这个崔林奇法官 在接受自律委员会约团的时候 不要讲出这个 有被这个萧阳归法官请托的始末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变成是说好像彼此之间 有那么一点点关关相互的味道 是不是运鹏你可以来评论一下 关关相互是人之常情 当然公务员也是一样 医生也是一样 任何可能民意代表也是一样 那这个难免 但是你就是必须要用 必须要用制度去约束他 然后你怀疑每个人都有罪的方式 去对待这些 尤其是你公权力越大 像法官他可以判人判生判死嘛 所以这些人其实都需要被特殊管理的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并没有 那所以你去看说 我们刚刚看那个萧法官是不是 还是崔法官 他到底有没有罪 他其实承认说他至少道德上有瑕疵 他不应该被信任为当一个法官 不是说像那程法官要我今天辞职 崔法官今天出来哭 结果他就是正义化身 不是 因为你曾经被官说过而且有效 你并没有出来检举 而且你又是法官 那当别人去官说被你判的时候 你自己是有相同的行为 那你去判他有罪 你何德何能啊 所以现在整个司法里面 你去看说其实跟公务人员的收费 其实并没有两样 跟公务人员的问题没有两样 不外乎人情压力 升官压力 然后金钱压力 那就是这几种因素嘛 法官你会发现说 原来也是这样 他人没更高充 因为讲实在话以他们的信奉来说 也并没有到养联说你会怎么样 这会没有动心起念去贪污的那种水准 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 我们要重新检讨这个法律 那个法院的制度里面 这是大事啊 但是那大事情我觉得可以 譬如说政府必须要给交代 但是你重新来看的话 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还有些事情是立即要做的 第一个 这些被怀疑的人 包含那个崔法官也是一样 包含陈法官 他那个辞职的陈法官 他们你假如被怀疑过 有案子涉到的这些人 或你自己觉得有问题的人 你们以前所有碰到的 检察官也是了 碰到的案子 政府都要全重新过来检讨一遍 这到底里面有政治还没有 包含那个辉文讲 以前那些受到国民党 那法院是国民党开的那些时代的 现在对不对 是换成金钱开了 已经国民党没有能力开 就是换成金白了来开嘛 这些人的案子都应该 从头到尾 从你当检察官当法官开始 从头都省一遍 不管他有没有罪 来告诉这些当事人说 你们这些案子是有问题或没问题 都要重新来一遍 这是政府要给人民交代的 那第二个你就必须要来检讨说 那这个法院里面到底还要 这个不被信任的司法体制 到底还没有人有权利 去判断人民的生命跟财产 那财产可能还事效 你现在我会很怀疑就是说 我们这个法院 到底有没有资格判人家死刑啊 有些人该死的 对不对 那可能被放生了 有些人不该死的 对不对 被那边收了 有压力他就判死了 所以马总统在这个时候 也必须要对这个死刑 给个交代 上次王部长在辞职的时候 他是在道德上面论这个问题 我现在是在法院的水准上面执意说 你到底有资格给我判死刑吗 这个也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检讨一下 就是台湾的法院 不值得人民信任嘛 不值得人民信任的时候 你凭什么判我死刑呢 所以这个整个下来之后 我觉得总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他也责无庞贷必须要做 那这个危机应该是 他是法务部长出身 法律人出身的 应该是你的转机 但如果做不好的话 大家对你的信任又再打折一层 法院的裁定行政院都不理人 那这个有什么 对啊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啊 所以你说 从司法院那边跟行政法院那边 都没办法的时候 那马总统你当那个总统 你刚刚讲那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司法院长 现在是出缺嘛 代理 那这个司法院长必须有总统提名 然后进入立法院 我想谢国梁委员跟郁鹏兄都很清楚说 那个一提名还要什么同意权 还要审查有的没有的 即便马总统明天提名谁 然后要宋志文到立法院 一拖也到年底去了 嗯哼 你下个会期要省预算什么的 他们立法院的速度大家都很清楚 回复期啦 没没没 那马总统到现在 因为出缺一下马总统也觉得无所谓嘛 所以已经经过快一个月 他也没找到人了 他应该是在忙选举的吧 这你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 你说马总统在忙选举 那高院院长出缺现在也是代理 那刚主持人你提到说张耀彩他是代理院长 那自己疑似施压 我要请问张耀彩你有什么资格开法官资律委员会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开会啊 对 那你凭什么主持 你给我下来 你都被人家踢爆 被法官踢爆说你去施压别的法官 你都得接受调查 那你主持什么会议你给我下来 那为什么找张耀彩代理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最资深的庭长 他也不是说我办案比较 我怎么听你这样讲我都觉得好像没人了 就是没有人 我都连代理院长都被踢爆说你去施压了 那你还资律委员会怎么开 代理院长就是资律委员会的主席啊 院长就是主席嘛 你自己都跑去施压了 我们第一个高院第一个要讨论说 代理院长涉嫌施压的案子怎么办 然后再来讨论说那个法官的儿子那个 对不对你要先把会议主席 先程序后实体嘛 先把那个主席换掉 好院长先接受调查 再来谈了 院长都跑去施压 高等法院就解散算了 刚刚主持人有一个民调没讲到 都71%吗 对啊 71%那只有 只有刚刚一开始讲了 对对只有29%相信嘛 那案件来讲100件就29件相信 那71件就是冤狱的哦 我觉得这个比例太高了 所以已经 已经要到马总统马上出手的时候了 院长出缺了没有人 这个五院有一个院长没有人 那基本上是蛮离谱的事情 是如果是年长一点的这个法官哦 我不知道如果套句刚刚辉文所讲的就是说 可能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还停留在古早时期哦 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法官 或者是可能还有某一些怀抱着理想的这个法官 那么他们也希望能够为这个司法界再注入成为一股清流吧哦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是这样子想 那光琴我就要想请教你的问题就是说 那如果说这个法官也许尤其是年轻法官可能比较多的 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所谓的不听话的 那又会怎么样呢 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吗 因为比方我们在讲就是说啊这个高法官 这个法官他都痛哭了很难过啊 那么他就讲就是说因为审判长也有给他压力啊 说这个另外那位姓高的这个高明哲 这个审判长给他压力然后呢就说他其实明明已经写了 他就是认为就是这个被告就是有罪嘛 他的判决都已经写好了 可是偏偏呢这个高明哲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好友啊 给他这个压力所以呢 他其实也写出了一份无罪的这个判决交出来 然后后来是由裴喜法官林周富要让他去做决定 结果林周富选择的还是在无罪判决上 在那个判决上面签名 所以这个女法官就很难过啊 也很细愤啊 但是他还是把这个有罪的判决附在评议部上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有充满了很多的些无奈跟愤恨不平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归情绪 可是他没有一个比较有效率的这个办法 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些方式 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 或者是比较公正公义的结果呢 对有一句名言叫做 坏人之所以得逞赞于好人袖手旁观 我们看在这整个司法的审理体系里面 它千丝万里 我们看到有坏人 然后有坏的法官 有好的法官 还有一个不好不坏的那种法官 那我这边画一个图 其实刚刚郁琴讲就是说很多案子 我们今天讨论其实都是纠结在一起 对他都有领外系 原先有陈仁南司法黄牛案 对 陈宏法官就是辉文一再提及 他用请辞大动作 后来辞呈又收回去了 那同样的一庭的里面是 何一庭是有崔玲琪 是 崔玲琪现在被卷入的 是他是否有受托 去跟他比较好 麻吉的 麻吉就像姐妹淘的 另外一位法官叫高玉顺 就今天出来哭的那41岁的 那个高玉顺这个法官 他有没有去跟他官说 那他没有跟他官说 因为他挺住了 他说他有被人家请托 但是你要怎么办你去办 就高玉顺很感激他就说 你没有用这个情依来让我整个 扭转我 那高玉顺现在站的位置 其实是跟当初的这个陈恒宽 是一模一样的 在三票里面何一庭三票里面 其实陈恒宽最后是落单的 他们两个虽然认为说 审判长他执意要 要让陈正南轻判七个月 他们不能接受 就他们跟曾德水本来意见很不一样 对很不一样曾德水 那可是后来两票对一票 他落单了 变成崔玺他怕什么 他怕说有那种行政 行政上的一个压力 就是会对他秋后算账 所以他一票是给了曾德水 那在这个部分就是我讲的就是说 你不晓得去怎么去比较崔玺 跟陈恒宽的不同 也有同也有不同 最后那一票为什么倒戈过去了 他有他的压力 对 那他也没去跟高玉顺官说 我觉得他目前为止 我看还是比较倾向 比较是清流的一个法官 虽然他有时候抗压性 可能不是那么足 好 那这个肖仰归他应该最高法院的 对啊 那个法官 法官 他儿子造势 车祸造势 后来逃逸了 把人家撞成重伤 那今天在这个司法审领过程当中 我们讲官官相互就在这里 那这一庭的这个审判长叫高明泽 他讲话很大声说 我可没收钱啊 那我觉得你没收钱 但是你又没有进行官说 他是否认有官说 但是高玉顺指控说是有官说的 是高明泽来官说 他说叫他在那个审判里面放水 就说连判罚金都不要了 都不要判他有罚金 那一个法官之子 你可以享受刑事豁免权吗 我们台湾是有这样一个特权 给某个法官的儿子吗 这小市民碰到这个案子 那个被这个车祸重伤 那一位当事人做何感想呢 那整个散发出去 我们会觉得整个这个司法 怎么是不公不义到这个地步 好那我们看 高玉顺怎么办 他只能跟陈恒宽一样的做法 出来哭嘛 那最最最令人不能这个解释 就是说刚会有提到 现在自立委员会在开 那这个我们讲说自立委员 这个张耀彩这个代理院长 他有没有去说 啊我们要开自立委员会了 我们不要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包括你崔林奇 包括你高玉顺 你们都给我闭嘴 闭嘴 有没有下这个指令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张耀彩 我觉得有不当之处 你有没有叫人家封口 是干嘛呢 然后你高明哲 有没有说我没拿钱 我就可以关缩呢 是这样吗 是可以这样子吗 没拿钱 你声音就大 你可以把一个案子 整个抹掉吗 我觉得那个德性是跟 有没有拿钱 那个是一样的 你可以这样吗 你不拿钱 然后你还办事 然后整个这个当事人 因为你是法官之子 你就可以免于行责 然后剩下高玉顺来哭 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 我们现在要声援这个高玉顺 包括刚刚这个 谢宏花很多时间讲到说 司法界的这些法律人 要站出来啊 不能让他落单啊 怎么哭 然后现在变成罗生门了 说没有官说 他就说有 那过程交代很清楚 难道我们司法悲哀到 要悲哀到这个样子吗 每一个那么大的案子 会变成我们 我们看到这种最后的结局吗 我补充两点很快 这个最高法院这个法官的儿子 他是念法律系的 念法律研究所的 他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法官 或是检察官 要成为司法官嘛 对所以他必须参加 那个司法官的特考 那特考呢 有一个应考资格 就是说你不能有前科 那你说 哎 红灯左转 那个交通违规 那个没关系 但是你是肇事逃逸 那个被判有其突行以上的罪 那你是不能当法官 不能当检察官的 所以他要拼什么 拼无罪啦 所以为什么讲说判罚金 判罚金就让你一颗罚金 像韵峰兄本来 一度要一颗罚金嘛 一颗罚金钱搅一搅就算了 但还是有罪啊 对还是有罪 所以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拼无罪 那我昨天在主持人节目里面 我就跟大家预判说没事啊 即便刚刚光前讲 那个都对 但是一定没事 为什么 因为有最高法院 他有高等法院 然后大家都要继续当法官 大家都要准备要领那个退养金 其实没事 就是讲一讲的 就跟陈恒宽一样嘛 对 当初不是讲说 我什么来自流黄岛的信啊 然后我干嘛 我是指路啊什么的 我指路为马 指路 所以这个爸爸没事 儿子也没事 不会翻案了 不会啦 就这样了 大家不要那样子嘛 好等一下回来进一段广告